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游戏叫地宝防运 这是一款塔防内游戏 我们在游戏中要在这个地宝里头进行环击 才能守住我们这个阵地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里面 在游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游戏的唯一特点就是 我们的攻击兵全在这个地宝里头 所以这个地宝就是我们的阵地 我们在游戏中可以看到这个土队上有个小红旗在飘 这就是地宝的修枪位置 而且有的地宝的修枪位置还是偏废墟 还需要把它进行一次维修之后 才能成这个小红旗土豹 现在第二批的入侵者已经出现 而且这一批来的人数也非常多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宝里的最前方有一个火焰兵 这个火焰兵是非常厉害 在路过它之后都会被这火焰所喷射 所以到达我们第二个碉堡的位置的时候 它们的血量已经过半 我们的碉堡很容易能把它们全部消灭掉 但是还是有四个小兵漏网了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战士 这个超级战士就是非常厉害的 它可以移动 而且在移动过程中 它的威力也是非常大 所以这个四个小兵在它的打击下是全部阵亡 现在第三波小兵已经出现 我们把这个镜头移到最前面 我们的喷火兵已经进行喷火了 而且这个喷火的威力是非常大 这些小兵都没有躲过这个天枪的喷射 我们现在把这个超级大兵放在这个最前线 让它阻挡一下这些小兵的进攻 可以为我们的机箱手争夺一些宝贵的实践 把它们全部消灭掉 现在这个进攻小兵已经来到第三波 还差第四波 看第四波会出现什么样的兵种 在游戏过程中 我们会得到一些个金币 还有一些奖励 这些奖励就可以为我们开启一些个碉堡的功能 刚刚我们试验了一下 由于我们的钱数还是不够 比较穷 我们的碉堡还不能继续建设 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攻击 这个骑小三轮的这个攻击兵的速度是非常快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超级大兵在这里守着 它是过不去的 在这款游戏里头 还有一些道具可以使用 无雷管 然后还有一个冰霜弹 这个冰霜弹刚才咱们用了一下 掉下来之后 就把这些个小兵全部冻在了一起 这样我们的机箱手呢 把它们全部干掉 第四波小兵就被我们阵啊 全部悬灭掉 看来第五波小兵应该是非常厉害啊 因为他们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 这个火焰兵还是非常厉害的 没走过他的甲都会被这火焰所喷射 现在我们有两个火焰兵 刚才因为前数已经够了 我们又建造了一个火焰兵碉堡 我们要注意这火焰兵也是 在不停努力的进行喷射 感觉是非常的爽 但是现在可以用一个道具啊 用这个道具能把这些个小兵全部的消灭掉 现在游戏提醒我们这个山洞 要出现对方的攻击边 所以我们很是担心的 因为这里头还没有建我们的碉堡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超级边 派到下面来进行环切 在派兵的时候 我们看了一下钱包啊 这个钱包还行 够了我们这个碉堡的价钱 所以我们在最底端建到了一个碉堡 这个碉堡建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这时候的游戏难度就增加了 两面一起出兵 这时候的防御任务是非常的重 我们的超级边只能守在这里 因为这条路的防御能力是非常的弱 只有一个碉堡 而且这个碉堡是一个机枪手 如果有个火焰兵就好了 但是由于我们的金钱真的是不够啊 而且有几个漏网之预 需要我们把这个超级边拍到底下进行追赶 追赶之后进行缓解 看来这块是非常的危险 看看我们的前数已经够了 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十字路口建造了一个火焰兵啊 这个火焰兵应该起到一个很好作用 现在第八波兵马上就要出现 这是最后一波 我们要把它防御成功 这场战争我们就大获全胜 这时候我们又在对岸建造了一个火焰兵 火焰兵果然是威力无边的 直接把这些小兵全部烧死 又到游戏最后 我们的金钱的数量也是非常多 想在哪儿建就在哪儿建 最后一波把它们全部烧掉 而且上面的兵种已经出现 这里我们就不用管上面了 因为上面的防御能力是非常的强 有两个火焰兵还有两个机枪手 这时候有个三轮大兵出现了 但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 还是被我们的超级兵拦住 几枪之下把它干下来 现在我们就会等到胜利的到来了 因为整个阵地都固满了我们的碉堡 这些格攻击兵也差池难飞 如果有哪些朋友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为我们留言 留言后我们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